与其他传统刺绣一样 金仓绣的制作也是从打样上框开始 首先在丝绸断面上用碳笔勾勒轮廓 将断面固定在木框之内 绣出平面的图案后再用热水运瓶 在瓶绣基础上用棉花或者红绳垫底 随后再用特制的金线盘绕在垫底上 最后用米汤浆瓶绣瓶 基台做的基本上就是一块布 整块布已经打好了打蜜了 那用海绵给它剪出一个体样 两个把这个布料就裁一块切上去 那一块不是金仓绣 就那一再去电脑绣布上两颗才剪下来 看到金仓绣了 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字 上面有走红线 金正鼠工绣的才去金正金仓绣 金正鼠工绣